小朋友發燒 尤其高燒 最常見的原因多數是感染 感染很多不同的病毒 包括小朋友容易出診 尿道炎 例如傷風感冒 中耳炎 就是說最容易令到他們發高燒的原因 不過要提一提發高燒和發低燒 分別不是太大的 因為高和低燒等於火警的警鐘 大聲和小聲 就不等於高燒是危險 也不等於低燒是安全的 發燒壞壞腦不是看燒的 是看燒背後的成因 如果原因是腦膜炎 就算低燒 例如38度 都可以有機會傷到腦 但如果發燒的原因 例如尿道炎 或者因為普通傷風感冒 不影響腦部 40度也不會傷腦部 都不斷地 有機會 賤人 最後一半 有機會 偶然 有機會